大家好 我是尤安妮米道 中午12點左右 我今天要去仁川找朋友 因為我朋友以前都是住學校宿舍 他現在搬新家了 想說我們去他的家玩一玩 一起去吃個飯 晚上我們要去仁川 最近在instagram上面蠻有名的 那個Roller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一個Ryo以前最古早 那種四個輪子的那種直排輪 我們在instagram上面看到那個照片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還有什麼螢光燈之類的感覺很特別 所以呢我現在要去坐車去仁川找他 溫度是-9度但是體感是-18 我現在手拿出來拍裡面快要動了 我現在手超痛 好了我快點不多說把手收起來 等下仁川見 好久沒吃蔥瓜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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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超乾淨喔很厲害不浪費 看這個盒的意思就是結冰的意思齁 我們現在要到這個溜冰場了 好開心 對啊好開心齁 看一下裡面 裡面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部分齁 進來要買多長時間啊 然後它的鞋子有很多顏色 女生的話就是粉色是這個紫色 但是就是在instagram 它剛剛都給我們粉紅色 然後我們就要求了 所以我們想要換紫色 我鞋子了 然後不敢站起來 好滑 我真的不敢 站不起來了怎麼辦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每個都滑超快的 欸腳動啊動啊 剛剛各位有看到我非常的手忙腳亂嗎 我們兩個非常的手忙腳亂 進不去啊 我們現在就是沒辦法就越過這個牆到裡面 其實我一直在這旁邊 看他超髒的 他現在要去喝水 好不敢 好好看喔 對 如果你想要去喝水 你自己在這旁邊 你自己在這旁邊 就這樣說 你自己在這旁邊 你自己在這旁邊 看這要怎麼當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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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成功 我們要溜囉 我成功挑戰成功 我太累了 他說去中間的話學比較快 大家的忠告就是拜託請兩位至少要有一位 不然兩個人都在旁邊然後不知道幹嘛浪費三四百塊 超難的我跟妳講 那個阿伯不知道教我們多好吃還是沒辦法 因為會很害怕 對怕跌倒了 而且這邊都是小朋友都回答對比我們還要厲害 但是蠻好玩的 然後呢我們是挑戰成功 失敗 對他失敗我成功 我太害怕了 好累 補充我們的糖分跟我們的精神 出發 好累 嗨 下次在台灣 在仁川玩到了 晚上九點了 終於要回收了 我的帽子歪了 的意思 今天一整天的仁川一日遊Vlog 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大家對那個什麼 那個溜輪場 是不是有興趣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玩的 大家有機會來仁川玩的話 可以去去看 因為現在仁川越來越多地方可以逛了 對 那我們就下支Vlog再見囉 下支影片了 下支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